作词 李宗盛 还依然听到 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 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 变成了心事 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 我依赖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一秒 爱过的人 现在应该都很好 记忆它如湿如花的线条 全刻出某端青春的寥寥 我害怕知道 又很想知道 你现在好不好 多厉害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一秒 爱过的人 现在都很好 爱着的你 应该都知道 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 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每一秒 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走路长不长眼睛啊 你知不知道你装的人是谁吗 赶紧把包拿过来 别的气 别的气 敏副总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过来办点事情 你们忙 我先走了 没事吧 山总 你今天拿着材料去跟别人谈合作 昨天别人拿着相同的材料 你说这 这怎么回事啊这真 一安 这都这几次了 你信誓旦旦地说服我们头 我们也一直在支持你 可结果呢 各位董事先听我说 这次项目出现了问题 我难辞其咎 但是这次 跟万和和出现的项目有所不同 出现这样的结果 一定有别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 有内鬼 我没有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 肯定不是我们的项目提案 失败这么简单 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调查清楚 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嗯 好了 不用调查了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吧 陈总 你找我什么事啊 嗯 麻烦你解释一下 关于这次开会的内容 是要绝对保密的 千万不要谢了 对于我们下一次会议的内容 我们 这不是我们那天开会的录音吗 你知道吧 说明你自己承认了 承认什么 你是不见关才不落泪啊 自己看看吧 我不明白 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们怀疑我啊 不会的 我不会出卖龙天的 就算我就 你觉得怎样 没什么 但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 你们要相信我 我发誓 我很珍惜我现在工作的机会 而且你们也看到了 为了项目 我都快住到公司了 你看看 现在还有谁相信你 盛总 我真的不会出卖龙天的 您相信我啊 你仔细想一想 最近 你有没有得罪什么任务 或者什么人突然联系到你 不是 进来 盛总 这是在李总监包里发现的 看看看看 现在证据确凿 还有什么可狡辩呢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大家再仔细调查一下 秦云 怎么了 你来找我啊 对啊 什么事啊 是这样 林语想让我和他约你了一下 他怎么不自己联系我啊 其实呢 其实呢 这两天啊 我发现他在家里 呆得特别闷 特别不开心 那我就想 等你忙过来这阵 就到家里坐坐 我这儿和他出去走一走 逢一逢 可以啊 刚好我去周末有客 好 那我们周末见 好 行行行 先忙 先忙 从他包里翻出来的东西 难道还嫁祸都不成啊 这都为什么去呢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初遥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如果你们觉得是我 那就是我 你看你看 他自己都承认了 你说你还包庇的 能不能看在他是第一次 给他一次改悟自新的机会 以后再弥补呢 还给他机会 谁给我机会啊 通知一下法务部门 该找程序找程序的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这件事情就这么结了 以后不准再追究 这件事情传出去 对龙天也有影响 低调处理是最好的结果 好 我最后一次给你面子 让他走自治流程吧 你们听说了吗 我们总监好像是被董事会开除了 我早不听说了 他好像是借了公司经历的 不是吧 公司对他这么好 还亏得沈总对 沈总 你为什么不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知道不是你 你是被陷害的 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要包庇他 我没想包庇谁 对不起啊沈总 给你太麻烦了 你知道我现在想听的不是这个 你可以申请调查 如果你觉得申请不会通过的话 我帮你 要了 好 喂 喂 乐叔 老叔 初遥这边出了点事情 公司怀疑他泄露商业机密 他 他被开除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知道 他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问他什么 他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老叔 我也想帮他 可是现在真的没有办法 我知道了 没有对不起 我知道你 鸡蛋 可不可以 我最近没有怎么办 拿着 那个 都不是 你 你 都没了 我来请你回家 我来请你回家 爸 初遥睡了 是 要睡 这初遥都回来了 事情应该是解决了吧 以后 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我看到你跟初遥的新闻了 你的回应 韩子墨说的话 我都看到 那妈那边 你妈没看见 咱们的邻居朋友 都知道咱们家的情况 不会跟你妈说的 就是以后 你跟初遥 不能再出任何的事了 你妈知道了她会受不了 好 韩子墨的事啊 我是这个态度 咱们不惹事 但是也不怕事 你就记住一点 不管多急多急 不做过急的事 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走 放心吧 正如我们又有一次胜利 李初遥被开除了 就像一条丧家之犬 被赶出了龙天 真是被你料倒了 李初遥一个人 揽下了所有的责任 他就是这样 他以为自己很伟大 把自己当救世主 好像这个地球离了他 就不能转一样 感谢了 这个行业 没人再会用他了 一想到这个画面 不是兴奋 可是我怎么觉得 你看起来不是真的兴奋 我不是想揣测你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你开心而已 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好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吧 好 找我什么事啊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呀 那个手机 开会那次是我放到你包里的 韩子梦他骗我 说想送你一个新手机做礼物 但后来 我发现他在录音 可我明明已经把录音给删掉了 真的是你啊 我之前怀疑过 只是没有百分百确定而已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没有要求调查 如果真的是你怎么办呀 我该怎么跟录音交代呀 我真的不是故意陷害你的 如果我知道他要这么做 我一定不会帮他 可是你还是把手机拿给我了 不是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要是说我完全不生气 那是不可能的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追究了 谢谢 那我能不能拜托你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林雨 如果她知道的话 她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靳雨 你知道我那天见到林雨 她跟我说什么了吗 她说她不想要大豪宅了 也不想要大钻戒了 就想跟着你 还有孩子 平平淡淡地过一生就行了 我很久没见她笑得那么开心了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忍心告诉她 是她 秦云 你如果真的爱她的话 你就好好对她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 照顾好她跟孩子 还有 其实你跟谁交朋友 我也没全跟涉 但是韩子墨她真的一直都在利用你 这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我保证 以后她不会跟她来往 更不会被她利用 你去跟林雨保证吧 我说完了 先走了 和秦云都说清楚了 你都猜到了 所以才没有问我 能陷害你的只有韩子墨了 现在韩子墨能利用的 也就只有秦云了 秦云跟我承诺了 说以后不会再被韩子墨利用了 我以前觉得 韩子墨就只是恨我 可是没想到 她跟林雨 还有秦云那么多年的感情 好歹应该聂集旧情啊 她应该是希望 你和林雨的关系也老奖吧 我如果把这件事情告诉林雨 就好像 把一个美好的东西 在她面前撕碎 这样太残忍了 洛书 你说 我没有告诉林雨 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如果秦云能通过这件事情 和韩子墨和亲切些 其实也算个好事 你说他们两个都吵了这么多年 都没分开 要是因为韩子墨就分开了 那也太可惜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好像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支持我 那这一次 你也支持我一下吧 来初心吧 但 我趁你在想什么 你是怕韩子墨来找我麻烦啊 但就算你不来 他也不会放我初心的 你在至少在我试田范围之内 我还是可以保护你呢 我 我需要你 好 快喝吧 已经不烫了 来 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那家买的 初遥被开除的事情 真的没有回旋余地了吗 嗯 证据缺凿 不是这种人啊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啊 你就没在公司帮初遥 说说话什么的 单总都没能帮得了她 我一小职员 哪有我说话的份 也不知道她最近怎么样了 工作找到了没 就别担心了 初遥能力那么强 找工作应该不难 再说了 就算她一时半会儿找不着 洛书也应该能帮她的 怎么会这样呢 嗨 赶紧吃吧 时间来不及了 啊 一会儿送你上班去 我 我有点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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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 不用带 Burada 你看 我就LEG 你 延续 的 你 彭一 FUN 竖一 FAME 彭七十二 雷三一 这个是K的详细资料 韩总 你拉姨怎么也不突然打 超乎他 来 坐坐坐 哎呀 这个K一向是很低调啊 几乎没有人能够查到的行动 韩总是怎么查到的呀 他本人低调 不见得身边的人低调 给点钱 什么样的信息拿不到啊 这交涉呢 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你看 是你去呢 还是我去呢 还是我去吧 那就有劳韩总了 对了 七一呢 没来公司吗 没有啊 他在哪儿 您应该比我更清楚 对了 这次一定要谨慎 如果输给出息人的话 你也别混了 吴总 他不会看到了吧 看他要怎么样啊 融资的事早晚得经过他 你都说进展怎么样 有几家公司还是很感兴趣 但是 他们对我们的用户量存疑 那就继续扑货 最后一个 L I E 好了 不是 怎么 没反应啊 你看看有没有人回复结果啊 会不会有什么提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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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看啊 最后一个词 Line 谎言 难道 根本不是填字游戏啊 这是一个隐藏的数读 数读 你看 我们填的应该是黑色部分的 你看啊 三 八 六 九 五 有了 洛书还是你厉害 厉害呀 是 可结果是什么呀 我看啊 数字组合在一起 应该是个坐标吧 我 我查一下 怎么 在这儿 这书店这么大 怎么找啊 只能慢慢找了 是他吗 快去吧 你确定是他 去问一问吧 请问 您是K先生吗 哦 就是你们赢的那个比赛是吧 您好 我是初心科技的李洛书 这次找到您呢 其实是有其他事情能想请您帮忙 因为我们公司的数据库遭到攻击 所以 想请您做我们的安全顾问 你们的邮件其实我收到了 看过 想法还不错 但是 如果其中没有虚构或者夸张 应该还是蛮有发展潜力的 那您看 我们有机会合纵呢 本来有 但是你们来晚了一步 什么意思啊 在你们来之前一个小时 已经有人出高价 买下了我们公司即将推外推出的 安全系统 条件只有一个 我不能再卖给你们 你就是K 今年来得挺快的 什么来得快不快 我来找你谈生意 听说 你们的安全系统很厉害 看个价格 不好意思 我的安全系统暂时没有出手的谈则 是吗 那你应该听一听你们团队人的意见 什么意思 你找了一群也算有没有有限的黑客啊 来做安全系统 你给他们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却始终没有兑现 时间久了 他们自然而然会有一些人有怨言 我这次来呢 也算是帮你 帮我 当然 你们团队有人找我 听说我出高价以后 非常希望我买你们的东西 毕竟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有着名气 不愁吃 不愁喝 不愁穿 可以玩什么幼稚的理想主义 就算失败了 扭头也可以借着名气重新再来 但是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你把东西卖给我 你可以拿着钱继续做研究 我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我们双赢 你能出多少 没想到这么爽快 早就想买了吧 先了解一下你到底买得起买不起 再看看 我有没有必要再继续和你浪费时间 高出市场一倍的价格 两倍 三倍 不会有比我更高的价格了 你要清楚 就算你们是传奇 但你们做出的东西 还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 今天你们卖给我 也许有一天其他的团队做出的东西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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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拢在市场 或者 我把钱 全部用在挖你团队的你身上 行 明天还是在这里 带上你的合同 不用了 合同我直接带回来了 好 等一下 我有个条件 以后你卖给谁我不管 但是绝对不可以卖给初心 就算是竞争对手 用不着这么赶尽杀绝啊 我们两个公司 做的是同样的产品 我怎么知道 他以后会不会借着漏洞 做出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可以 你就不好奇 是谁做了你们中间的叛徒 别兴趣 如果有人不满 那不管是一个人 还是所有人 就说明 这件事情是有漏洞的 从会被击破的 您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二位如果有其他要求 尽可以提 能满足 我尽量满足 但是安全系统 我现在也莫能住 这才是最终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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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终答案吗 这才是最终答案呢 因为我觉得 你带领这么多人做安全研究 应该不单单只是为了钱这么简单 我也相信 你一定不希望看到我们的数据 就这么遭到泄露 可这是你们需要操心的 从你们做这个产品之初就应该想到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 我觉得我们的初衷是一样的 我们都想帮助共同的人 其实呢 我做安全研究的初衷 完全没有你想得那么高尚 那是为什么呢 以前为人处事太过嚣张 还以为自己是在行使什么正义 得罪了不少人 后来以至于我女朋友受了牵连 很多消息被卸走出去了 后来没办法 她家人把她送去的北欧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很喜欢玩填字游戏 我觉得她幼稚 但其实 是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少陪她 她才会选择这种方式 来消磨时间吧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差而死 以为自己在追求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可你其实做得不错啊 重要吗 还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不过 我答应你了 我虽然不能卖给你安全系统 但是我能给你做一年的安全顾问 所有的问题 都帮你解决 为什么 其实 你还应该感谢一个人 谁啊 昨天和你一起来的那女孩 她在你来之前就来找过我 她跟我说了很多事情 看得出 她很爱你 好了 你送我糖果罐 我也送你一份入职礼 大师 你怎么在这儿 搞定了 搞定了 大师 你答应她了 这我没来及反悔 赶紧给我消失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没跟我似的 事情发生了 才值得后悔 洛书 你刚刚跟她说什么 我会好好地抓住你 我和她说 我会好好地抓住你 不会再放手 行 那我也拜订你了 吴总 新的测试系统已经测试结束 开始运行了 吴总 韩子墨就是个疯子 花了那么多倍的钱 难过要扒得住 那您的意思是 我们要退回去 退什么退啊 你见过到手的钱 方式叫得回去的吗 但确实这部分 我们超之严重了 以公司现在的实力 如果资金链断了 后果不堪设想 废话这点我知道 还有一笔开支 就是 您之前说的样本库的问题 您看到底选哪一个 什么选哪一个 当然写最便宜的那个 最便宜的那个 我说了多少遍了 还有我教你吗 好 我马上去办 来来来来 回来回来回来 那个 那个之前 要让我们植入广告的 那个广告商 你去跟他沟通一下时间 他等他在口风去吧 初遥 我找你来 是想跟你说 我已经找安保部门 调了监控视频 发现是秦云 往你包里放的手机 后来也是他 从你办公室把手机拿走了 如果你要需要的话 我可以把视频给你 不用了 谢谢单总 您就当 没看过这个视频吧 一开始你就知道是他 所以你一直在帮他顶罪对吧 他也是被人利用了 不知道手机还在录音 那这件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 就这么算了吧 反正都过去了 就让他安心待在公司吧 顺总 就当您帮我一个忙了 行吗 你都这么说了 我能不答应你吗 你 真的不打算回永田了 我现在挺好的 也好 你在初心我也放心 初心那边已经发布消息 聘请K为安全顾问 聘期为一年 好啊 你跟我说 这次算得厉害 韩总 你还要继续对付初心吗 当然了 为什么不 这才哪到哪啊 他只不过赢了一次而已 秦云 等你好久了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啊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 可能没听见吧 这么多天都没听见吧 秦云 帮我一个小忙 你又想利用我干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什么时候利用你了 我把你当朋友 你呢 你把我当什么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你帮我拿初心在龙天的所有资料 你和令雨不是想换到新房吗 我可以帮你 对不起 我不出卖朋友 朋友 这也都说 你 你们什么时候成为朋友了 再说了 出卖朋友这事 你也干过了 你陷害李初遥 让李初遥替你背黑锅 她被赶出了龙天 这是你刚刚做的事情 那是你骗我 那你事后也没有承认哪 你可能没有告诉李女 这件事吧 你想想如果她要知道这件事 她会有什么反应 我警告你 你不许和李女胡说八道 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 我有事要问你 什么事啊 你不是有事要问吗 说呀 没事 她问你没机会交美 交了交了 我怎么敢忘了 我午休的时候就去交了 不懂了吧 你先吃点水果 我给你做饭去 今天啊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干扁豆角 还有排骨汤 等会儿啊 怎么啊今天这么有空约我出来啊 晴云没拉着你去上什么产检办啊 你被龙天开除的事 是晴云帮韩子茂做的 是吗 谁来说什么呢 是还是不是 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决定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的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 昨天我亲耳听到晴云对韩子茂说 是晴云往你包里放了手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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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能让时光重变 选择倒带的时间 如果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 愿我温柔生命 清除全部岁月 此后的情节 握紧全力书写 抹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本集完 谢谢 如果我能让时光重叶 选择倒带的时间 如果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别人 有你怎大心结 有我温柔声音 清楚全部岁月 此后的情节 我尽全为书写 剥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有谁的匆匆 是隐约过彩虹 你是一抹春风 吹散我都感动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要我一起生活 是最大光荣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若我从未触碰 该何去何从